下豪门的明星很多,但并非每个都能像郭晶晶这样的让人打心底羡慕她的幸福,而这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她丈夫霍启刚所表现出来的态度。 说来两人虽然是因为一次宴会相识,但两人恋情的开始不仅一点都不浪漫,霍启刚身上更是没有很多影视小说中惯用的霸道总裁的即逝感。 当时,霍启刚为了引起郭晶晶的注意,虽然主动上前搭讪,但是个情感小白的她说是搭讪,实际上只是找机会上前与对方合影,然而她自以为,很明显,的招数,却并未让郭晶晶觉得她待自己有什么特别。 郭晶晶的,未察觉,让霍启刚有些着急,但好在她不算,傻,也懂感情这东西时机很重要,于是一记不成她再生一记,而第二次展开追求的她招数虽然依旧没啥特别,但总算直白的让郭晶晶有所察觉。 一来二去下,霍启刚终于用诚心以及恒心打动了郭晶晶,然而交往久了她就有些,不甘心,只做男朋友了,尤其是终于等到郭晶晶即将退役,她想升职成为老公的渴望也是越来越大。 而鉴于恋爱期间霍启刚表现良好,两人,不干涉,互相尊重彼此事业家庭,的约法三章也是遵守得好好的,郭晶晶终于松口答应回家问问父母的意见,至于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郭家父母虽然一开始不同意两人在一起,认为门不当或不对女儿嫁过去要吃亏, 但霍启刚的不分们以及与显赫出身不相符合的踏实与低调最终还是打动了两老,让他们选择退步成全。 2011年1月22日,郭晶晶正式宣布退役,4年11月霍启刚心想事成,成功从男友升级成为了丈夫。 婚后两人很幸福,而霍启刚也愈发接地气了,她可以一脸满足陪着妻子蹲坐在路边吃各种廉价的小吃,亦可以一脸骄傲地向别人介绍自己郭晶晶的丈夫。 更难得的是,从小深处在讲究传承,多个孩子还能多份财产的豪门,霍启刚却在郭晶晶生完儿子后,就选择让她暂时风度先调养身体,因此直到去年的春天两人才迎来了第二个孩子的降生。 其实,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的另一半有钱有势还长得高大帅气,但看透婚姻真谛,历或是结过婚的女人才知道,比多金,颜值的更重要还是丈夫的品格,以及对自身是否尊重。 当然任何情感都是相互的,而夫妻也需要不断调和适应,新的一年祝福所有不管看没看到这篇文章的网友,生活感情事业恩索,都顺利和美,加油,特别声明。 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版权或其他问题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